含有十味药的标准处方叫做清冠医后 在临床实验后证实 中药复方成分能与中共肺炎病毒之极蛋白结合 阻断病毒感染并抑制细胞激素风暴出现 治疗的处方进到临床以后 在几个中心 特别是三星总医院跟台中罗民总医院 治疗患者 这个过程我们就观察到 可以拟定一个标准方出来 把这个标准方 后来我们就制定在死胃药 由台中罗总院长与微服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 共同签署交换合作备忘录 中共肺炎肆虐全球 台中罗总与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合作 推展中西医共治模式 中医的治疗基准上 会让细胞技术风暴可以得到控制 这样子后续的纤维化或是 其他的副作用比较不容易出现 藉由中医药相关我们传统的一些好的基础 能够造福我们中部地区的民众 由中医国家队拟定的台湾清冠医药 目前国内有多例采用中西医合疗 并成功治愈数十位患者 所长表示透过与荣总合作 希望将研究成果应用在临床医学上造福民众 新唐人眼的电视网友 也要说明点台湾台中采访报道